一起提供台北有故事活動正式開討 在台北市副秘書長張溫德 商業處處長高正元與網紅明磊 Nanaco等人共同啟動下 台北友善店家官網正式推出 日文及韓文頁面服務 希望打破語言隔閡 吸引更多日韓遊客造訪台北市 感受溫暖友善的城市魅力 在提供這個15箱的友善服務裡面 當然今年我們也包括了日韓語的服務 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台北市因為有你們 所以讓我們台北更能被國際更看見 而且包含日韓的朋友們 特別喜歡來台北 尤其是我們的大道城或者萬華 剛剛看到滷肉飯我肚子好餓 對 就是因為我們有在地特色 而且這些在地特色都是透過我們友善店家 給了這些非常溫情溫暖的擁抱 讓他覺得服務很貼心 讓他對話無障礙 或者因為這樣的一個友善的包裝 讓我們不論國際的遊客 深入我們這些傳統非常有特色的店家 去消費的時候 他不會有距離 所以在這個友善服務的時候 更能展現出我們台北市這個包容友善的環境 我們的商圈的再造 特別需要我們這樣的一個友善的場域 來展開雙手 歡迎我們全世界各地的好朋友 來享受我們台北市的各式各樣貼心的服務 包含外語友善等15項友善服務 也讓本身是韓國人的知名網紅 迷來相當感動 直乎好貼心 我覺得其實很感動耶 因為其實現在滿多韓國方 會來台灣玩 然後現在真的很流行來台灣玩 然後就發現我拍攝的時候發現 那個韓文發膩的很準 好貼心 好友善 斜槓YouTuber的甜點師Nanaco 除了對友善店家的美食感到驚豔外 業者對遊客的體貼更讓他印象深刻 那一天去拍的時候 他們店裡有提供友善這個插座的服務 但是我自己連插頭都忘了帶 你們信都忘了帶 結果他們的店 就是真的還借我插頭 然後讓我拿手機充電 我就覺得說現在不大很流行去咖啡廳 就是可能辦公 那如果你真的缺電的話 那邊真的有提供這個店的服務 我覺得真的非常窩心 民國105年開始推動的台北友善店家 到今年5月已經累積有937家店家加入 首次加入台北友善店家行列的手工彈捲業者 也期盼透過友善服務 讓造訪的國外遊客留下更好的印象 因為我們其實在民生社區 然後我們也有很多旅客的朋友來 那我們就是想要就是讓外面的人知道 我們其實在台北的這個民生社區裡面 我們有可以很友善的服務 那我們的客人也可以很方便的了解 台灣的一些傳統的 古早味的一些產品這樣 台北市上海處也持續推出 期間限定的台北有故事小旅行活動 提供六條主題性的小旅行路線 結合台北市各地商圈及友善店家特色 加上文化局推出的文化點 希望讓參加民眾在走逛體驗友善店家的同時 也能進一步了解台北地方文化經典及人文歷史風情 讓你享受這個一些商圈 那個叫做隱藏巷弄隱藏小名店 這個同時呢還能夠去發覺 欸 搞不好你轉身這個角落裡面 就可以看到台北市非常有文化體育的歷史小故事 這個場域裡面曾經有什麼樣的文人默客風雅在這裡 或者鮮明累積的歷史故事 可以在你廠陽在這個空間的之餘呢 享受這個從仙人給我們這些文化智慧 所帶來的這些文化饗宴 而對台北加深的印象可以百萬不厭一來再來 三月初也推出由我代理走尋找神隊友活動 邀請200家友善店家提供超值優惠 即日起到7月底民眾到官網玩互動遊戲 就有機會獲得店家優惠券 還可抽200元友好金 歡迎國內外遊客一起來探索 台北友善店家的魅力 享受夏日美好時光 記者張綺藤台北報導 然後第三張貼心 然後第三張貼心